你的相框 这个地方可以开启 那开启的话呢 直接就找到那个光碟里面的 960305 然后可以用缩图 或者用清单好了 清单直接找那个 这个 这个没错 这个 这个 然后再来是哪一张 310531 0541 0551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开启六张 包括一个背景跟五张的 要需要合成的照片 通常把它开启来之后的话 首先 这个是需要的一个框框 那我首先先把第一张 这张图怎么样放进这里呢 特别注意 先右键 全选 右键 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 叫做转换成物件的动作 也就是说 全选之后再把这一张图变成一个物件 那物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 或者你移动它也可以 它就会可以变成 可以 那接下来我就用所谓的变形工具 把它先缩小 那为什么要先缩小 因为呢 这个框框比较小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做缩小的动作 搬过来之后会太大 太大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比如说我今天 没有做缩小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搬过来 搬的话怎么搬 其实这个可以关掉 这边可以关掉 你可以像这样的把它拖拉过来 它就会变盖住了 看不到了 没有 你要再去调整 比较不好调整 当然也是可以调整 就是可以从这个放大之后 没有 再来做调整 也可以 可是这样的方式 比较麻烦一点点 你像这样也可以把它调整 只是说你要放大再来调整 再来做缩小的动作 背景一定要存在 那再把这一张图 先缩小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呢 几个方式 复制贴过去也可以 或者是怎么样呢 先用这个方式 把这一张刚刚的这个部分 把它拖拉过去也可以 拖拉过去 拖拉过来也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调整 不过特别注意呢 在用变形工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怎么样呢 这个维持宽高比这个锁 一定不能是像这样子 如果说你这样这样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你很难刚刚好 在这个框框里面 不是太宽 就是太高 所以一定要记得 就是把那个宽高比 维持宽高比这个地方取消 才可以刚刚好在这个框框里面 那这一张的话呢 就要存成叫什么呢 他有告诉我们嘛 这一张就是 另存新档的时候呢 我们就存在那个哪里呢 C底下的Web 05的地方 那这个档案的名称的话呢 就叫做叫做什么呢 0511对不对 A 有没有 这边有个名称 05A 然后把它储存确定 这个选择4 好了以后的话 就再把怎么样呢 这一张 这个地方 这个把它删掉 因为还要换下一张 因为还要换下一张啊 这一个 右键 全选 右键 转成物件 有没有 再来直接怎么样 把它缩小 缩小之后的话呢 直接怎么 右键复制 用复制也可以 再来把它贴上 贴上以后的话呢 再来做一个位置的调整 然后把它稍微缩放一下 然后这一张又完成了 另存新档 这个叫什么呢 0521A 有没有 0521A 然后就把它 这个叉叉 然后再来的话 就散移右键全部 右键转成物件 再来把它缩小 缩小 缩小之后的话 右键 再把它 剪下也可以 复制也可以 都可以 复制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再贴上 贴上以后的话 再来就是做一个调整 位置地方 以后的话呢 再来另存新档 记得不要用存档 另存新档 然后0531A 后面加一个A 好 这个就可以再删掉了 再来就是这一张 4E的 然后全选右键 转成物件 再来怎么样 缩小 缩小以后的话呢 一样再把它剪下来 也可以 或者复制都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 这一张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它说它在线里面 所以大概要从 这一张的话就是 0541A 那以同样的方式呢 就把这五张图呢 通通完成 通通完成 这个地方 全选转成物件 然后再把它缩小 剪下来 然后把它放到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锁一定要打开的 另存新档 然后 51A 这样的话就完成 完成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 这个五张图就完成 完成之后 它还没有结束 还要再做个什么动作 各位翻到40页 这个地方 40页的地方 就是总共五张图 那五张图要怎么样呢 做出向中间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呢 这五张图 的高度呢 分别为 宽640 高480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通通关闭 那不要存档 通通关闭 不要存档 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呢 接下来就是把那五张 已经做好的图 再开起来 所以呢 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 刚刚那五张 我是放在web 存到web05里面的 images 的这个地方 我们用详细资料来看一下 在这里 有a 排序一下 这一张 然后这一张 还有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 五张嘛 后面有小a的就是了 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 这五张 我要把它再合并成一张 所以档案 开一个新的影像 有没有 新的影像大小就是多少呢 使用者制定这里 640乘480 根据它的要求 有没有 640乘480 就是再开一张 那这一张的话 就是要包含这四张 通通过来 那这四张要怎么通通过来呢 一样的方式 右键 全选 全选之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用那个选取工具 拖拉过来就好了 这样就过来 右键 全选 然后这一张就完成了 然后这一张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就是 不对不对 这一张要 要后面 先从这一张开始 全选 全选之后的话 就拖拉过来就可以了 那它的位置在这里 好 这一张缩小 再来 这一张 全选 拖拉过来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这里 要把它叠住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一张就可以 再来这一张 沙滩右键全选 拖拉过来 它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这一张就可以 那再来右键全选 这一张就可以过来 它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再来 再来就是 这一张 右键全选 然后拖拉过来 好 那这样的话 位置有没有 太过去了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 把它怎么样呢 选取起来 再移过来一点点 这样子 那记得用挑选工具 才可以移 每一个工具 都有不一样的功能 你用错工具 就会 没有办法去 正确的移动它 好了 以后的话呢 就把它摆在中间 那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水平垂直接至中 怎么做呢 其实特别注意 可以把这几个 先做一个动作 叫做群组起来 右键群组 群组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一个动作 就是物键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叫做水平垂直接至中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其实这个地方大概调一下 它第一次好像是在网页中了 好了以后的话 我们这一张就完成 完成的名称叫什么呢 叫做0510A 另存新档 0510A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确定 所以这一题的话其实都在考Photo Impact的那个影像合成 那你如果Photo Impact的不熟 很容易就一些小地方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部分完成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张图 把它插入到什么呢 然后要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把05这一张拖拉过来 然后把它置中 这里的话呢 可以把它做一个置中 正中央 确定就好了 把这一张图就摆在正中央 点两下就可以置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正中央 正中央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就水平都置中了 这里的话我想先到这里